诗诗纪第十七章 以法连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家 他对自己的母亲说 你那十二公斤银子被人拿去了 关于这事你曾说了咒诅的话 我也亲自听见了 看哪那些银子在我这里 是我拿去了 他母亲说 愿我儿蒙耶和华赐福 米家就把那十二公斤银子 归还给他母亲 他母亲说 我把这些银子从我手中分别为圣 为我的儿子归给耶和华 好做一个雕像 一个铸像 现在我要还给你 米家把银子还给他母亲以后 他母亲取出二千三百克银子 交给银匠 制造一个雕像和一个铸像 都放在米家的家里 米家这人有一间神庙 又制造以福德和家中的神像 并且立得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有一个犹大伯利恒的青年人 是属犹大家族的 他本是个立位人 在那里寄居 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 要找一个可以寄居 途中他到了以法连山地 米家的家那里 米家问他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回答米家 我是个立位人 是从犹大的伯利恒来的 我来要找一个可以寄居的地方 米家对他说 你与我住在一起吧 做我的师父和祭司 我每年给你114克银子 一套衣服和食用 立位人就进了米家的家 他同意与那人同住 那人看待这青年人 好像自己的一个儿子一样 米家立了这立位青年 做他的祭司 住在米家的家里 米家说 现在我知道 耶和华必善待我 因为有一个立位人 做我的祭司